我都听着鸡叫了 村里唯一的小二楼啊 干活呢 说 哎呀 啊 不用你家好找 我在村里一大天 人说了 咱村里唯一的小二楼就咱家 我就直接就找着了 王继贤 70岁 丧偶 居住地吉林市伊拉西镇 年收入9万元 自盖的二层楼 两个儿子均已成家 哎呀 这干啥活呢 这是啊 哎呀 这一天老忙了 苏子 我有这个什么 四年钱没卖了 四年钱没卖了 完了就是要整不整完 打准备卖了 对 完了这个子 种不了还可以加工油 我个人种的 咱种了多少斤苏子 七木地 出口人专有收购的老板 人家有订单 他下来跟老百姓收的 都出口到哪儿去 其实不用王淑多说 单看他家盖的这座村里唯一的二层小楼就能看得出来 王淑肯定是个特别勤劳能干的人 王淑告诉红娘 种子输地只是他收入的一小部分 他在附近的山上还有一个养殖合作社呢 就是办一个合作社 给人家这个承包一个山片 我在那块建个猪场 在山上建个猪场 开了一个合作社 什么样的合作社都干啥的呀 就搞养殖的 就我就养猪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既然红娘今天已经来了 王淑当然得带我们上山去亲眼看看了 这个就是咱们永吉县农层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不是 嗯 就从这块儿开始往后 都是咱养殖的这个场地 范围了呗 对 隔壁门我一进来就这地方都是 就全都是 嗯 全是啊 这个大房子要来干啥了 我要过两天种菜 就种菜 那咱们卖吗种菜 都已经就卖了 我来早了 等过两天春秋花开的时候来 是不是这样的都是菜 都是菜 王淑说 他的这个养殖合作社是在2012年成立的 以种植果树和养猪为主 刚成立的时候 村里好多村民都加入了 可是近几年随着猪价的下跌 村民们逐渐都撤出了 现在就剩他和侄子两个人还在坚持呢 这是猪丝链啥的是吧 丝链 这丑有味 这么多鸡猪 这个也不光我哥有质的 我少人的多 那你自己的这多少多少只 我这四头母猪有20多个壳了 小壳了 养猪是王淑现在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赶上行情好的时候 每年光靠养猪就能收入8万元 再加上种子蔬地的收入 一年收入10万元 可是稳稳当当的 这不蔬地吗 就这一块一大片都是蔬的 哦 这一大片都是 这个就是苹果 苹果树那个是龙凤的果 这来的我们这季节来的不对是不是 你说这要春天夏天随后来 这块绿油油的又是果树又是苏子叶的 是不是得老好了 是啊 去年这个案子的礼物多了他们的盖棚子工人给吃了 都给吃了 那你种这些树是为了卖呀还是为了啥呀 接多了就得卖 现在这不值钱就随便谁来谁去 也没有一个人干不过来 也没有时间整 他接地都有的事 吃不过来都落一地呀 种子酥地养猪 还得经营果树 对于今年已经70岁的王叔来说 的确是有点忙不过来 这不啊 他才给我们打来了电话 希望能给这个家找一个合适的女主人 不 不用就穿鞋来吧 我跟他烤包米都烤好了 还加一个王烤的包米 热乎的呢 是不是啊 咱们这个小二楼啥时候盖的 我刚才之前来的时候 90年 90年能在农村盖小二楼 那咱家日子当年过得正面得不错呀 都在那顶上都我 另外找一个挖镜师傅 我跟他俩去的 都 我会弃墙 你会弃墙 然后走这小二楼是自己盖的是不是啊 对啊 你怎么上去呢二楼 你有看他们呗 在外头呢 在外头上啊 王鼠一共有两个儿子 这个小二楼就是他为了两个儿子结婚特意盖的 现在两个儿子都分家出去单过了 楼上基本就闲置成了放杂物的地方 这上了丑的视野是不一样啊 那是 是啊 这是大儿子小儿子来这结婚的啊 小的 那大儿子呢 大儿子在楼下住完了就搬走 个人带有个房子 你现在就当放库了是不是啊 对 当仓库了 那这家都住 这住院子了 你看都拉下把门住 现在没人住了 现在就当小燕子的窝了 燕窝没人住了 这蓄多少 这是啊 都飞南方去了 现在这样子有 那春天的时候他们会回来吗 回来 回来给门子开开 搁钻头就挤上 搁那啥一样的留缝 门住是当仓库了 就是空房子了 你看叔叔这心也挺好的 现在反正你造就造过去吧 你别管他整的躲埋子了 反正当仓库也没人住了 对对对 最起码的话 你就不必让他们小燕子在外头 最起码能好一点是不是啊 那是 对对 哎呀 这人家盖个小二楼 自己没住 给小燕子住了 要说王叔还真是个热心又善良的人 不光把楼上的房间给小燕子住 还特意加固了小燕子的窝 王叔觉得 看着小燕子一家团团圆圆的 就像看到了老爸还活着的时候 他们一家人幸福团聚的画面 他是脑袋有病 早前来就说脑袋疼 那时候也是大意了 吃点症痛药就过去了 那你当时那时候谁在意呢 说脑袋疼 头疼脑热的 就是拉倒了 你该下地干活 那时候正忙动地 回来 我看他严重招 他不不之声 这么的 我就拉着当地这个大夫去 这个看起来 看着到那一看就不行了 当时就没了 虽然妻子在王叔四十多岁的时候就走了 不过考虑到两个儿子尚未成年 王叔一直没有再婚 直到两个儿子都结婚成家了 王叔才在别人的介绍下 找了个伴儿 那时候心有个伴儿他也同意我也同意 就这么过八年九年吧九年吧 他那个条件差 原来姑娘没办伴儿的时候家庭困难条件差 有点拉点债 他一看到农村的 有吃有喝的 他心在这儿背不疯 对付给他帮他还还债 那个债是你帮他还的吗 你帮他还债了吧 还债了 要不你要能在这儿 待那些年吗 还多少啊 一万十万嘛 八年就一年以外 九年一年以外还九万 原本王叔以为他会和第二个老伴儿一直相复到老的 可是两个人刚过了九年 老伴儿就不想再跟他继续在农村生活了 王叔虽然无奈 可是他也明白 留得住人却留不住新的道理 只有告别了错误的缘分 才能迎来新的感情 我体格好 你干不干活都无所谓 不擦那个 你就是在这儿好好过日 够收拾的屋做点饭就行了 哎呀呀 头会流长了 还烫头了这是 还烫到头 下楼也买水果去了 哎呀 你从手去不好 哎你啥就变 你是一会打算相亲的时候给叔叔带的呀 不是说你平时自己买着吃的呀 哎呀 你可真是有心了 没事 你先进 高洪飞66岁 丧偶 居住地吉林市 退休金3200元 住房面积37平米 一个儿子已成家 距离高一上次相亲已经是两年前了 丈夫因意外去世后 他一个人把儿子抚养长大 现在儿子定居在法国 在吉林市有楼房又退休金的他 却一心想找一个农村的老伴 他只要能看中咱们就行 其实我主要打互相平等互相尊重我是这个原则 我主要是看他这个性格挺好的 咱跟他在一起不能憋屈不能生气 说心情能好 上次相亲高一还挺满意 红娘给他介绍的王长山王熟的 可惜的是啊 后来两个人经过接触 还是分开了 就见了两三回面吧 完了就拉倒了 他也觉得不行 我也觉得不行 有些事就抓着不放了 一老婆个问题的 我就有点受不了 虽说和上次的相亲对象没结果 但是一点都不影响高一想继续找个农村老伴的信心 我觉得一个是还那个空气好 再一个就是 好像农村人好像比私底人事少点 说的少 不计较 我挺喜欢农村朴实的那个劲儿 一个是一心想过农村生活的高乙 一个是扎根农村朴实勤劳的王熟 这两个人见面后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我没啥的要求 就是本人比身体好 早了半就带着夏天回这个 冬天上市里就来两头跑 两头跑 那市里呢是啥意思 有楼还是到家 找另一半他们没楼 冬天上那儿农村 夏天回这儿是农村就当别墅了 冬天滚的好了 都带到市里过得了 这不挺好的 愿意溜达就上南方溜达溜达 我愿意溜达水 有机会呢都可以能溜达 德下上哪儿呀 那往海南去溜达 我说我也去溜达溜 你这儿去好久 我也愿意溜达 我今年差不多都要去了 没去上 再说还是一个人 要是有伴 更好 到岁数人嘛 得这么说 晚年来趁着身体还挺好的 就该留着就留着就留着 讲到那个市里哪块 就长春路 长春路啊 冯家屯那块 冯家屯就是啊 多少钱 我这不到40平小 那是属于单身的 就是住一个人小 属于地方后 不是 那就冻起来的那么一个小方 条件和性格还行 里面到这来 里面到这来 啥时候不在意 有啥担心你就知道 旁边这确实都挺好 你这个揉着揉 经济条件又好 身体没啥毛病 纠结就纠结到这儿 眼睛是大事 条件是好 但是眼睛确实 我这个 我才不熟了嘛 这个岁数眼睛不好 你做80更晚嘛 这个岁数不能走出来 为啥 我这个条件也不错 一个身体好 我一个条件也不错 所以我就得调整 其实他吧 担心咋的 就是怕花钱 一句话就是怕花钱 怕我一旦有病了他得掏钱 不掏钱显得面子过不去 完了一旦要掏钱他还舍不得掏钱 行 我跟你说这句话 我这 我有医保 我有啥病我都报休 是 其实你都不医保 我也有自己的存款 就看病啥我也不用你花 就住院啥的 我这都80%报休的 这都一点问题没有 那你属于低保吗 不是低保 我们是 我是基力士医保 医保 基力士医保 哎 基力士医保 报的多啊 医保 老保 不双保吗 我一起啊 哦 是 一起可不可贵呢 人家没啥挑 没啥说的 这个比较合我的这个事情 那么不行 你看我说 先留个信息 留个电话 出个三天两天 唯一你就有啥 就是性格后来其他的 条件互相得了解了解 这留个信息呢 行烙的一块多儿去 还行整个一块多儿去 你要不还行后悔 你看当时不是留个电话了 联系了 这留一个联系 整个出个三天两天的 要行了就告诉你一声 哦 互相留个电话行 你看我说这个 出个三天两天的 被留了被留了 他现在还是纠结 这个想法说行 那想法说不行 就是脑袋打仗 就我再好用什么打动你 我多干活啊 或者是 那我多干活 我打动不了 因为我这个现实 就在这摆着呢 所以说也别纠结了 纠结完他再做出病了 那不可能 你就直接了当 他这人耿啾啾的 我这有点受不了他 你就爽快点说 就是我因为这个 我过不去这个坎就完了 是不是 都是成人 我用这个 我能跟你俩生什么气 是不是 我不在乎那个 就是他说眼睛不好 那说明以后 一种一个 你不在乎我的 是不是 不在乎这个问题的 我就想找一个互相之间 就是 怎么说那句话 你就认可我这个人了 就行了 是不是 我也认可你这个人了 就行了 别的 没啥附带条件的 真没有这必要 还是别处了 真的 我看这有点不错 心里有话 你得说出来 不说不起 憋了一下午啊 高姨终于痛快地 说出了自己心里的想法 对于感情 他的确很渴望 遇到一个 可以让他依靠的肩膀 可是 如果这份感情 是需要他靠争取 和对方权衡力披后 才勉强得来的话 那还不如继续做自己了 那我们走了 说 等一会我给你拿点米 来了 哎呀谢谢 哎呀谢谢 这直到那个 哎呀 大米好吃 尝一下 尝一下 行啊 来的时候 你也没空手来 走了时候 你也没空手走 对对对 怎么不然空手 走吧